冬天天气冷身体的气象台也跟着发作了 尤其是年长者天气冷嗖嗖 头痛肩颈痛这种天气痛真的让人好不舒服 而为了舒缓身体不舒服的状况 就让推拿师按摩舒缓一下 这样贴心的服务由新北市中和区复兴礼 结合新北市慈善会举办社区爱心公益活动 出动多位推拿师来帮长辈服务 比较紧张 比较紧张 这次非常感谢我们的洪理市长 对我们复兴礼这个关爱 也帮我来关怀一些独居老人 趁着现在过年了 把一些家庭比较辛苦的长者 新北市慈善会常年举办公益活动 关怀弱势族群 而来到复兴礼更是倍感亲切 理事长洪辉俊就住在复兴礼内 直到里长以守护弱势里民为优先工作 特别在新年一开始 联手和里长合作举办公益爱心活动 因为我们的游礼长 他很热忱也很热心 那透过有一个因缘聚会 那我们看到他真的有在做事情 那我们希望是说也透过我们来 可以到里内来 那落实 那就是做一个服务 那在这边的话环境也很好 那空间也刚好 因为现在防疫期间 那空间有过大 但也感谢游礼长 还有我们赵大哥 他呢全程的协助 除了按摩推拿 另外还有业者出动设计师 为长者提供易检服务 剪掉一头的乱法 换个心情迎接新的一年到来 复兴礼也以这场活动 当作是新一年关怀活动的开始 守护社区居民 记者的例如新北报道